哈囉大家好 我是肉肉斯普拉肉汁 讓你飽滿多汁的小知識 最近在斯普拉頓3的日本相關網站上 看到有整理出一份針對徒弟的武器排行 以現行的環境來說 這些武器確實是具有吸引人的地方 剛好祭典即將登場 不如趕快趁這個機會推薦給大家 讓大家可以在祭典的時候 開心徒弟歡樂獲勝吧 廢話不多說 我們馬上開始吧 如果覺得我們頻道的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 開啟小鈴鐺 或是加入肉鋪會員 成為肉圓來支持肉肉 如果覺得廢話太多 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級感謝來支持我們唷 好的 我們把四種武器分成三個區段 這是經由各方評比過後的排行 首先是評價為S加區段 第一把可變式滾筒 配備地雷副武器及導彈的滾筒 其優點在於徒弟性能非常強大 SP導彈的蓄力值相對容易蓄滿 同時地雷又可以防止敵人入侵 進行大面積的繞備 第二把 雙重清潔槍 配備飯糰及彈跳聲納的清潔槍 其SP彈跳聲納可以作為大範圍牽制 只要被聲納攻擊加上逐武兩發 就可以擊倒敵人 作為中場守的雙槍 本身獨有的翻滾能讓存活率增加 第三把 巴伯羅 配備飯糰及5.1喇叭的巴伯羅 其徒弟性能及機動性也是很高 筆刷的高機動性可以在敵影中穿梭 無論是擊殺或是牽制都有很好的效果 與各個場地的相容性高 第四把 飛劍波銅 配備飯糰及三重龍捲風的波動 其SP的三重龍捲風 無論是徒弟或是擊殺 兩者都能兼具 主武的常射程及傷害 及飯糰的擊殺能力也是不容小覷的 第五把 載獄標記槍 配備水球及螃蟹的載獄標記槍 其徒弟性能非常強 主武搭配水球的擊殺性能很高 SP螃蟹坦克的防禦力和壓迫力 以及用加農砲來捕敵營的殘末方式也很強大 第六把 專業模型槍MG 配備炭酸炸彈及鯊魚做起的噴槍 徒弟力是一流的不用說 雖然手短但是搭配SP鯊魚做起 可以從側邊或後方深入敵雲一舉爆破 將局面一次打開 第七把 加倫 配備防護牆及5.1喇叭的 在防護牆保護下外加兩卻的攻擊 這一把擊殺力真的十足強大 5.1喇叭的自動追蹤擊殺力也很方便 在徒弟性能的部分表現得也很不錯 第八把 L3捲管槍 配備冰狐及螃蟹坦克的捲管槍 徒弟性能也是非常的強大 特性是一次三發子彈 同時擊殺的性能也很高 SP螃蟹坦克的防禦和壓迫力 以及用加銅砲來補敵銀層殘末的方式也很強大 第九把 乳酸450 配備冰狐及導彈的小短弓 徒弟的性能出乎意料得好 SP導彈的蓄力值相對容易蓄滿 不過被包圍或壓制時相對來說較為弱勢 好的 接下來是被評價為差區段的 第一個 桶裝旋轉槍 配備灑水器及彈跳聲納的旋轉槍 作為徒弟力及竹骨兼具的中後排來說是非常的優秀 灑水器的存在有助於SP彈跳聲納的快速蓄力 第二把 NZ85 配備黏蛋級飲料戰的水槍 是一把能攻擊強大飲料戰的前排武器 徒弟性能十分強大 機動性也十足 SP的蓄力相對來說也是容易累積的 第三把 星夜射擊槍 配備飯糰及防護罩的水槍 徒弟性能很強 機動性高 能快速的讓前線有防護罩作為掩護 第四把 斯普拉射擊槍 配備黏蛋及終極發射的水槍 無論是副武器或是SP 都是優秀的配置 終極發射能一局打開局面 甚至強力壓制 主武的擊殺與徒弟的平衡很好 接下來 視頻為最強武器的迴旋波動 配備碳酸炸彈及散氣彈的波筒 主武的射程式中 幾乎是兩穴就可以擊殺 在七彈大作戰2中優秀的副武 及SP的組合 造就現今環境最強武器 好的 以上就是在徒弟戰的 四把武器評選推薦 不知道大家是否都已經使用過了呢? 祭點馬上來贏! 無論如何 大家相信已經心裡有準備了 讓我們一起開心的 迎接歡樂徒弟的到來吧! 如果大家覺得影片不錯 請給我們一個讚 作為支持 留言 分享你的心得及建議 Supra肉汁給你飽滿多汁的小知識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